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前一阵子我用宝特瓶来种皇宫菜 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我想说要把它采收一下 因为不采收有的已经准备要攀了 那各位可以看 这边有一个枝条已经准备要攀了 然后又东倒西歪 干脆趁这时候我们都把它可以采收 就先采收一些起来 那长得其实是很漂亮 各位看 这个叶子上面也一直有新叶子长出来 那我是想说把它剪一下吧 让它再叉枝 那我们就来剪罗 继接下来 这边有新叶子 的 就大概这样子了 这个我也都剪的差不多 就让它重新再长好了 那这些大概也够煮个一餐半吧 这个应该是老 这个是黄掉吗 没有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叶子感觉看起来比较丑 这些各位看也是采的够一餐 一餐半应该有够 那这些我就再端回去那边 让它继续长 那这些就带回家去吃了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种黄公菜也是不错 那我最近还是有在撒了一些种子 然后再多种一些黄公菜 好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频道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